重亞軍 最高的表情 其實重亞軍心情有兩段 就是因為一開始是培訓 然後後來政選第一次沒有我 然後回去打圈圓的時候 又通知說要回來報到 其實心裡有點就是開心嘛 然後有機會來這邊 來跟學長問一些問題 就覺得滿開心的 滿特別的 因為這是大人的比賽啦 然後跟高中 太一樣就是 大人他們玩的東西更細膩 他們動腦筋動比較快 就是可能這一點小小失誤 就會影響到比賽的結局這樣 因為高中生就是 就都會比較基本 就是簡單一點 可能是我投的時候 我就盡量搶好球數 就有機會把他們解決掉 然後來這邊就是學長就教很多 配球的東西就跟高中不太一樣 剛來培訓的時候就是其實怕怕的 就是會想像學長說是 先想好就是學長可能很嚴肅 然後可能很兇之類的 然後其實來這裡就是 大家跟想像完全不一樣 就是他們人都很好 然後都會主動找我講話這樣 有一次跟學長搭配到 然後學長有一個戰術是 就是搖頭 可是我沒有看過這戰術 然後他搖頭 然後可是我一直點頭 然後就 就很奇怪 我就沒接受過這兩個戰術 然後下來的時候 學長也都會跟我講 三豐學長跟我睡嘛 然後他就是常常跟我說一些 配球的問題 就是可能是我今天練習 或是比賽做比較不好的 他回去都會跟我說 可以再進步這樣 這兩位學長在做啥 還不快跟著學長動自動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